天在口下 张口便管天下大事 吴先生 你今天就该办一件天下大事写表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 吴先生 你好 吴先生 在下 厂文先生不但诗文明博天下 更难能可贵的是 先生在修筑城池建造工事上也是高手 眼下 钱大人正在修筑罗城 在下激励推荐 请先生出山相助 好了 回去交差 你们得不到什么的 吴先生 吴先生 先生出山辅政之事可暂且缓一缓 但眼下替节度使修表谢恩那缓一不得 请先生大笔一挥 修成谢表 先生功德无量 这谢表果真这般重要 那是当然了 大唐皇帝赐节度金书铁券 作为人臣已是极荣 不认识 故修表谢恩 舒漫不得 是 只能修谢表者 杭州除了你再无二人了 你救人危困 行行好 这谢表既然是头等大事 钱刘为何不亲自来求我 钱刘派谷月迎你 一路上吹吹咋打而来 杭州城中的百姓全都街头迎候 都知道钱刘营你老人家修表 威风 吴先生 这钱大人本来也想亲自来的 对 不骗你 这无奈日理万机难以脱身 两位 当年刘备还三顾茅庐呢 倘若钱刘真能理贤下士 就抽不出一点功夫 两位不必替他也是傲慢 吴先生 好了 两人纠缠不休 吴某已被熏得五脏接着了 也罢也罢 洛瑶代谢谢表 吴某给你们指个去处 另找他人 不错 此人强于吴某十倍 不知此人身在何处 此人就在眼前 江东秀才罗先生事业 这不是那大唐诗人吗 我跟钱杰杜找过你 说你被宰相招去当官了 这回来了 吴先生 此人行 他可是实事不中 实事不中便是无财 李白中过吗 杜甫中过吗 你知道吧 历代考官都是像你一样的蠢货 蠢货选蠢货 那些重镜是当了官的便是蠢货中挑出来最蠢的蠢货 罗先生师名波于海内 何人不知 所著禅书 文采流于九州 何人不晓 是 小的蠢货 蠢货 罗先生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就高抬贵手 请你修成蠢货 我这里先谢了 罗秀才 我俩老乡 灵安与新城仅仅是一山之隔 缘分 缘分 你不看僧面看佛面 写好这个蠢货 你第十一次准能高中 我第十一次考中是第十二次考中跟你都没关系 既然你们心中藐视罗某 我就写出谢表就交于杰杜大人 笔墨伺候 谢谢了 早就准备着了 笔 罗尹 你不是说看清官府了吗 你不是说要清高脱俗了吗 咱们一有机会你就要表现一番 乌双姑娘 这个浅洁度 浅洁度怎么了 底细不知 况且人家根本就不是来寻你的 你却急不可待的投插草镖 要把自己给卖了 你呀你 姑娘 莫生气 就这一次以后再也不和官府来往吧 刀姑奶奶 求求你别再阻拦着罗秀才了 盼你早得到 早语化成仙和和仙姑做伴去 我为天下女子哭齐痴 我为天下读书人哭齐悲 师姐 吴双 你可知就为了你才想有作为于天下的 也莫 好好好 罗仁兄师文一出 前流倾倒 仁兄可以乘机出山了 吴兄 我想我还是先回江东老家静观其变 好 随你 息听遵 先回江东老家静观其变 恩主赐臣金书铁券已到 数臣九死 子孙三死者 出于瑞眷行此观言 陆臣已司法之劳 赐臣已山河之势 真乃荒恩好的 遂君卿主念 皆云必树必荣 而臣子为心 岂敢伤辞伤爱 圣主万岁 于臣一心 谢恩表俱上 好 果然是好文章 不但写出了我心中的城隍 而且文采非常好 先生果然是大手笔大才子 先生 这道谢表真的是你写的 是 是我写的 是吗 我总觉得不大像 先生只懂些知乎者也 什么紫月诗云那些古董 怎么能写出这么堂皇的表彰来 一定是有高手捉刀带笔 先生是否 大人明察就好 恕罪恕罪 此乃江东生罗尹缩写 佩之不敢谎言 罗尹 就是那个长相稀奇古怪的罗尹 正是此人 想不到此人满腹锦绣 说起来真是不敢相信的 此表是他一气合成挥笔利咎的 奇才 还有 他的诗也是极有名望的 大人 不妨把它纳入墓中 比我强百倍 是吗 没看出来 想当年我曾亲去请他 可是这个穷酸秀才 居傲不肯答应 说应宰相之诏要进京府政 想必官媒作成回到杭州 那就请他来吧 听说他还是不肯轻易出山 写完这表彰便回江东老家去了 那也就罢了 随他去吧 好 先生 这道谢表须赶紧派人送往朝廷 不得耽误 是 卑职这就去办 来 妈 你来了 我来背你吧 你不用背我下车 没关系 我来背你 来 霍柳 你如今关有多大 妈 哥哥他当的两军决斗使一共管十几个州 十几个州 那比临安大多少 妈 这怎么好比呢 比临安大多了 好了 不要吹嘘了 婆刘 行了 放下吧 妈 以后你就住这 带妈进去看看 再去看看 看看有什么欠缺的地方 或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就开口 屋里这么富丽堂皇的 太好了 胜过财主家了 妈住不习惯 婆婆 就让孩儿媳妇们静静孝道吧 巧娘 你妈身体比先前好多了 喜欢自己来料理 你们各自忙去 婆婆 您的饮食起居有巧娘伺候着 不用这么多规矩 婆婆 您先跟婆刘说说话 岂父先下去准备家宴 吃团圆饭 好 我先走了 好 妈 爹为什么没来 老东西死活不肯来 不知心里怎么想的 换做别人家 求都求不到 可是他 儿子当了大官 他就是不愿意来享福 你看 好吧 改天 等公务稍有空闲时 再亲自去接爹 儿子能有今天 多亏了年少时 受了爹爹的严格管教 一定要接爹出来享享福 翠云 扶妈去休息 好 大人 夫人来了 阿子 正你正忙 有个趣 大人请 各位将士们 大家辛苦了 谢谢 祝城还要些日子 有劳诸位继续出力 夫人放心 夫人 给将士们送水喝 来 来 你先喝 红玉 去告诉老爷 老太太来了 小心点 给你 妈 这里乱七八糟的 你来这里做什么 翠云 怎么把妈带来 妈她非得要来 怎么都拦不住 不愿 翠云 是妈一定要到这儿来看热闹的 我在家劝了婆婆许久 婆婆硬是要来看看大家 俗话说 忙日人无太婆 这么许多后生子在这儿忙着干活 我怎么坐得住呢 妈来送送水 给他们喝喝也好 妈 既然来了 你就看看热闹吧 婆刘 这墙 墙上面是什么 妈 这就是杭州新城 城墙上有楼叫做建楼 以后有士兵守着 敌军来工程使 并建设他 杭州百姓就可以想太平了 到上面能看到临安老家吗 妈 临安老家是看不见的 不过确实能看得很远 妈想到上面去看一看 婆婆 这城墙可高了 您腿脚不变 难上去 没关系 我能上去 来 我有办法 走 大姓 找夫人 找夫人 好了 走了 我流泪坏了吧 不累 太夫人 你来了 妈 要是喜欢 我经常被你过来看 妈 你看 那个就是杭州的内城 那是西湖 这西湖可真是好紧致 婆刘 妈可是开了眼界了 妈 那面是钱塘江 好大潮水 如此好景象 你爹要见了 我这该多高兴 妈 你不要难过 我一定回去 把爹接出来 他是不会来的 妈 你说爹为什么不肯来 我也不晓得 撕不开花的老东西 不过不管他来不来 你真该回老家 去看看乡亲 妈 放心 我正有此意 等忙过了这一阵子 我就回乡探亲去 妈 到那边去看看 妈 小心 婆婆 方才的饭菜可合您胃口 都好 婆婆 韩月还为你准备了歌舞 妈已经累了 妈想睡觉起来 妈 韩月倒有一片孝心 特地精心准备了歌舞 你就让他表演一番吧 算了 时辰一晚 不然 这古月声传江出去 外人会以为节度时府里天天歌舞通宵 不体恤名情 不懂勤俭持家 连个家规都没有了 婆婆你 好了 妈 你教训得极是 以后府里不许在夜里喧闹了 小娘 我妈回去休息 婆婆 您早点去睡 好 老爷 小夫人她 好 你先退下吧 是 这又怎么了 哭什么 是不是因为今夜老太太不看你的戏伤了你的心了 老太太不是冷落你 她是怕百姓们议论 老太太说的是对的 是该有家规 还越难过的 是因为爹爹 你爹他怎么了 爹爹爹自从担任驻成采办总管以来 他为了节省开销 是担惊结虑 绞尽了脑汁 日日和那些商贩和衙门里的人来往 可是爹爹他毕竟只是一个县衙主簿 有些人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为此爹爹枉吃了不少苦 今日爹爹来送话的时候 我看到他心容枯高 精疲力尽 都是含月害了爹爹 好了 不要难过了 这是我疏忽了 他现在当了这个采办总管 照理说应该有县城之嫌的 这样吧 待我禀奏朝廷 封他为前堂县城就是了 爹爹要是那么快升官 那些外人又要以为老爷宠妾了 要说含月的不是了 好了 他只要肯为百姓做事 就应该提拔重用他 不必管外人如何议论 不必管外人 那含月带爹爹谢过老爷了 你这个死丫头 笨手笨脚的 你想插死我啊你 你这说的是什么法式 算什么身份呢 夫人 以前都是这个法式 你还酱嘴 以前什么身份 如今什么身份 以前能这样 如今就不行 我好歹也是个郡王如夫人吧 你想气死我啊你 奴婢不敢 奴婢重新梳理就是 你给我记住了 书头要输出身份输出礼数 你要输得不好 在人前消了老爷的面子 我可饶不了你 奴婢不敢 这丫头吧 就不能宽容 一宽容 她就分不清主子和丫头了 夫人 你看 怎么还是这几件 以前都是这样戴的 又提以前是吧 以前能用 如今不行 我跟你说了 我要换新的 不换新的 我走不到人前去 去去去去 把管家给我叫来 夫人 管家刚刚替夫人去买衣料去了 让她买完衣料再给我去买新的簪儿 还有 镯子也要新的 吴夫人 连这些也没有呢 你这个小贱人 吃力扒外 帮着别人是吧 我告诉你们 你们谁也别想欺负我 人家有的我要有 人家没有的我也要有 谁要是不给我 我找老爷要去 谁 还不快开门 是 女儿 什么事 发这么大的火 爹 你怎么直接进内府来了 我来找女儿 不进内府进哪 你下次来的时候吧 先到府门口 让下人到后院来通报一声 我会请你进来 不能像现在这样 女儿 好大的架子 爹 我跟你说的是正经的 你如今也是个县城 这大小也算是个朝廷命官 总不能像个草头百姓一点规矩都没有 让外人看了 说我们想护人家 你女儿好歹也算是个 两阵节度室 庞城郡王如乌妇人 对吧 要是没有爹 哪有你今天 真是那年没办法 上不了台面 爹 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关于造那个驿馆的事 你给节度室说了吗 说了 老爷说驿馆是要造的 至于用谁去造 交给前堂县去管 好 那就好 前堂县压里面 倒是没有人敢跟我说个步子 王家的事怎么样了 王家什么事 瞧瞧你这记性 新城县位出缺 王家想当新城县位 说了 老爷他没说什么话 老爷没发话 这可怎么办 我可已经答应人家了 我跟老爷说过了 老爷没发话 我也不敢再说了 要说 你自己去说 我怎么去说 姑奶奶 让我去说 那不是找死吗 爹 那么多事你都让我去求老爷 你真以为他这个节度室是替我们郑家当的 怎么办 这件事可怎么办 难死我了 爹 你别这样 你如今官方到前堂县城 又掌管了铸城采办大权 这名也够了 力也够了 别人的事你就不要再去包揽了 女儿 不揽别人的事我们有好处吗 我费尽心机结上这门亲事 我图什么 我倾家荡产 都为了求老爷的信任 我图什么 我把女儿都搭上了 你说我图个什么 爹 老爷和夫人都收了我好几回了 叫我不要过问政事 我要是求老爷多了 老爷会不喜欢我的 这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这倒也是 爹 要为女儿想 女儿盼望终身有靠 总不能因为贪图点钱财 而失去了老爷对我的宠爱吧 好吧 有些事还是得办 也不必再去求老爷了 就说老爷吩咐的便是 爹 假冒老爷的话不好吧 真是傻女儿 如今的人只要知道是老爷的意思 马上就把事办了 谁还找节度使对证 女儿 最近节度使有没有什么动静 没有 说是要去临安探亲 这也不算什么动静 回乡探亲 这真有此事 对 老爷要返乡探亲 还说要带上我一块去呢 这可真是天大的动静 我的好机会又要来了 我赶紧走 我赶紧走 除河日当午 汉低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冠儿 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吗 诗人在这里告诫 人们每天所吃的一粒粒粮食 都是乡下农夫 顶着炎炎的烈日 辛辛苦苦种出来的 所以一定要爱惜 切不可随便浪费 以至抱舔天物 冠儿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吗 那好吧 你再把家训写一遍 是 妈 小娘 我来了 朱凤妹妹 外头雨下的可真大 再叫冠儿读书 才几天没见面 你更加光彩照人了 出家人清心寡欲的 我是不是胖了 没有 凤妹好大架子 千谢天再三请你念不过来 我这人就是喜欢不请自来 怎么 讨厌我 讨厌我的话 我就走了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我哪敢讨厌你 怕你都来不及 朱凤好妹子 前些天这里可热闹了 听说了 黄恩浩荡 和府欢庆 连马都喝醉了 我一个修行的人 若来了 岂不煞风景 所以就避一避再来 估计今天呢 也闹够了 特此来贺喜 普刘得意了吧 唉 这男人呢 就像个孩子一样 顺风顺水的 他就得意 就忘形 若遇到挫折 遇到失败 他就会垂头丧气 会喝闷酒 会闷头大睡 这时候就要女人了 碰到他心灰意冷 做女人的就和哄他 他要是得意忘形 你就往他头上泼一盆冷水 让他清醒清醒 乔娘 你是这样做的吧 那我成什么了 我说的可是真的 有时候对男人 女人就像男人的娘 好啊 珠凤妹妹 你是绕着圈子来笑话我 谁笑话你了 我说的真话 你是好女子 乔娘 我从心底佩服你 我做不到像你这样 我常常喜欢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真姑姑 乖 乖 乖 在写字 巧娘你看 多有福气 这就算福气 一天到晚都被他们给馋死了 我倒是想有人馋我 却没人来馋 真姑姑快给我讲故事 真姑姑哪会讲故事 真姑姑小的时候就是上山砍柴 去采山河套 真姑姑没有读过书 拜过圣人 不会讲故事 真姑姑就要你讲 冠儿 你就不要再难为姑姑了 那好 真姑姑 你看我写的家训写的对不对 好 快拿来我看看 这是冠儿的字 写的可真好 写的好啊 冠儿 真姑姑 我要考考你 考我 嗯 好 题目不要太难 太难了 真姑姑答不上来 还不跟你娘笑话死 真姑姑 我父亲加训头一条 便让我们记住左九州匡王氏 真姑姑 我问你什么叫九州 九州 九州 九州就是中国 那就叫中国好了 为什么还要叫九州 真姑姑呢 冠儿 给姑姑换个题目 不换 就是不换 真姑姑回答不出来了 谁说姑姑回答不出来 你可别得意的太早 让姑姑好好地想一想 九州就是中国分为九个州 对不对 这个题目还没完呢 真姑姑 九州指的是哪几个州 妈 不要帮她 那我好好想想 九州 九州有越州 杭州 不对 真姑姑你错了 冠儿 既然知道姑姑错了 那你何不自己说说呢 古人把中国分为九大州 就是幽州 朔州 扬州 扬州等等 我们两这十几个州加起来 才是九大州中一个州的一部分 妈 对不对 可见我中国之博大 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之狭小 妈我知道的 因此我们要遵奉中原 不可和中原作对 你看看呀 几岁大的孩子就懂这个道理 有些大人却睁眼说瞎话 好了 冠儿 你自己玩去吧 是 妈 真姑姑我去玩了 去吧 别淋着雨 少爷 来 你看你 你看这冠儿多聪明 啊 朱凤妹妹 你不要 看得走神 喜欢这孩子吗 喜欢 当然喜欢了 喜欢 当然喜欢了 喜欢又有什么用呢 喜欢也是你的 来 擦擦手 朱凤妹 你若 真的喜欢冠儿 做你干儿子吧 真的 乔娘 你可不要哄我 当然是当真的 我的儿子 由我做主 我来 冠儿 你过来 妈 什么事 冠儿 你喜欢真姑姑吗 喜欢 那 你愿不愿意 任真姑姑 做干妈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好 你看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我就逗了一个儿子 等我和婆刘说明以后 我们捡个好日子 堂堂正正的行个祭拜之礼 不行 我可等不及了 不管日子 今天 我就把冠儿带回安里去 让她在我那里 好好地住几天 好不好 冠儿 好 真姑姑 叫我什么 干妈 大人 这乾堂驿馆的营造就包给小的吧 不是跟你说了吗 叫你在家里等消息 大人 小的可是一片虔诚 连驿馆的营造图样也画好了 请大人过目 郑大人 夏天主五百罗汉堂 你就赏给小的我去办吧 修佛堂有什么好转的 用得着这么急切吗 节度时要弘扬佛法 小的也是佛祖弟子 礼当尽力 礼当尽力 这事不属于我管 求我也无益 杭州城里还不是您一句话 求大人开开恩定下来吧 大人 答应了吧 大人 您就答应了 这是五百罗汉堂 的营造图 你们这是干什么 想用银两贿赂我 我郑某是那种人吗 我看这工程不能交给你们 交给你们定做不好 大人息怒 大人息怒 大人是以小人之心夺大人圣贤之父 不过小的也是一片孝敬之心 别无他意 对 您老宰相度里能称传 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我看你们 烧香也不看妙 拜佛也不看菩萨 蠢 郑大人 管家 我说 我真是瞎了眼了 如今我们家老爷在读圣贤之处 我告诉你们 我们家老爷现在 我们小督召了眼睛 得 一 二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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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生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又是一个潜泼流 怪儿 妈 过来 儿子 练了半天累坏了吧 来 喝口茶 谢谢妈 慢点 儿子 你如今的武功是渐渐入门了 你一定要天天练功 将来像你爹一样勇猛 妈 我一定像爹一样 爹说过了 明年就让我学骑马 学射箭 能像爹就好 好 好了 那今天给儿子讲个故事 你先坐下来 给你讲的是本朝发生的真故事好吗 好 好 好些年以前呀 天下大乱 皇帝下诏各地办政军 当时啊 林安有个好汉 当即把他家所有的家产和田地都变卖了 招募壮士 担起了政军 他就带领着这支政军 打败了一些盗贼叛逆 保护了地方的太平 父老乡亲都说他是个大好人 皇上还封了他当节度使 妈 那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开头他是个好人 可是 后来他的官做得越来越大 他就越来越贪心了 他想要皇帝封他更大更大的官 大唐皇帝没答应 他便自立为皇了 这不是和中原作对吗 就是啊 他跟朝廷作对 结果皇帝派兵打败了他 他觉得没脸见人 就投江自尽了 妈 他是谁啊 他就是你的干爹董昌 儿子 你长大以后可千万不能学他知道吗 知道了 妈 干爹和中原作对是坏人 红玉姐 妈 夫人 红玉 这才待了三四天 你就跟崔战似的来了 夫人 这回公子已经待了十五天了 老爷都问过他两次了 所以我叫夫人一定要叫我接回去 有十五天了吗 是啊 这个巧娘 就算十五天嘛 算什么 不放心 我还能委屈了他儿子 夫人 这回你就让我接回去吧 过两天你再过来接 儿子 今天你就先跟他回去 过上两三天 妈就去接你 再给你讲故事 好吗 妈 你就过两天来接我 看没看见 还是我儿子练妈 好吧 妈答应你 两天以后一定去接你好吗 好 夫人 过两天恐怕不行 听说老爷过两天要带全家回临安探亲去呢 回临安 探亲 我也好久没回去了 要不我跟你们一起回临安吧 这 不妨 我等一下和巧娘说去 儿子 妈到哪里 儿子跟到哪里好不好 好 大人 请 请 起轿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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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真威风 一个小管事变成大虎人了 派上比当朝国舅还大 她的女儿给钱杰杜当了小妾 全家便鸡犬升天了 都说钱杰杜是条好汉 原来也挡不住整边疯了 听说要当官找郑伟山便可以 钱杰杰杜那里都凭郑伟山一句话 哼 连筑城的粮草财物采办都会郑伟山管了 哎呀 这中间不知道多少糊涂账呢 我看早晚呢 洪雨 你家夫人若看到姓郑这副样子 她不管吗 夫人劝过小夫人几回 没有作用反对抢白一番 这事要告诉婆刘 她一定会管的 对 车夫走 大人到了 请 大人请 郑大人到 哎呦 郑大人来了 郑大人请 我不算来了 郑大人近日光临 真是老天开脸了 大人 大人 来来来来 楼上请 慈恩必报 大人请 楼上走 楼上走 如死爱叙子民 是是是是 郑大人送万民伞了 来来来来 大人请 楼上走 楼上走 大人 大人 来来来 大人请 楼上走 大人请 好了 我们大人他忙的 好在郑大人是体恤我们老百姓的大人 是 小的那些造成木料 请大人高抬跪手 你手下的木料根根都是天目山采来的硬木 是是是 你骗鬼去 你们这几批木料 我只能把它当成烧火的柴木 太不像话了 我们是拿来造城楼的 要经得起战火 要对得起子孙后代 你们这样以次充好 要是节度使大人知道了 你们的脑袋还想不想要 是 大人说的是 郑大人教训的是 不过 木料的好坏 还不是大人您一句话 造好的城楼还不照样金碧辉煌 是 说句实话 您郑大人采办的材料谁敢说的负责 就是 我明白 你们商人唯利是图 是是 只要钱一到手 哪怕做下伤天害理的事情 屁股一拍就走人了 这 郑某身为朝廷命官 上要对得起皇上 要对得起节度使大人 下要对得起两者的黎明百姓 怎么能不管了 对 这个大人有圣贤之风 小的们受益肥浅 大人 先请